大家好 那前面我们学习了 led 继承的试补区 以及construct的一个修正的问题 那么呢 上面的按钮呢 还不是很丰满 主要是有这么几个问题 是不是 第一个就是对象本身 属于自己的实力层上呢 我们没有加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们说了一个本能的东西 就是这个 你改了一个led 一个软型的 对象的话呢 我们下行代码 要记住改这个 是不是 要记住的东西 通常都是容易出错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写一个函数 来处理这个问题啊 这是我们今天 主要的一个目的 首先呢 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实现它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函数 它叫那个create 我们就叫create ex 然后在这里写一个child 然后写一个parent 大写的参数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告诉别人 你这个地方要传一个类进来 是不是 就是一个函数过来 一个提示的作用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完成了一个计程的东西 计程的话 我们要首先创建一个f 作为一个中间的桥接 那么接下来就是f的软型 跟负尽力关系起来 prototype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子的软型 点prototype 等于6一个f 然后本能 child的点软型 点construct 就等于child本身 这是这个 这实现完了 是不是 实现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上面 上一节课 我们创建的内容 大致也可以浏览一下 还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就把计程呢 就改过来了 不用这种方式了 然后就直接调用myex 这个方法 是不是 把这里呢 就是传承program 然后person 记住啊 我们这个方法呢 也是要放在这个后面的 因为你在给子类 在添加成员的时候呢 要放在后面啊 问题一样 因为我们蛋白 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 所以还是要放在上面 创建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验证一下 看他那个情况 比方非R的一个PP 一个程序栏 programmer 然后PP点那个 有个head count 是1 是不是啊 然后PP点work呢 调用一下 他也在用javascript 在写代码 是不是啊 这是这个生效了 是可以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解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我们写的那个东西呢 有一些实力并量 经常是这也是合理的 比方类似点name等于什么呢 我们这里搞一个参数 name age 就跟以前的一样的啊 类似点age呢 就等于age 这是这样的写法 写法了之后 这个有个问题了 这个东西呢 这些name age 这种东西 对于程序栏来说 也是合用的呀 是不是这样 因为他也有name也有age嘛 你怎么用它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此时的话 把这个类 把这个函数 当成一个构造器 是不是 那当成是加坏人形的构造器 我们这里也搞name age 然后还加一个title 这样的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让程序栏也有这个东西的话 怎么弄啊 一桌前面我 我自己分类就是对象形式的继承 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就是调用这个函数 点apply apply什么呢 把类似传过去 然后还有它不是有两个参数吗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argument词 丢过去就行了 argument词 我们我们后面会专门讲它的啊 这是这样的话 就就会做成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相当上说person 你调用了一下 然后呢 类似的话就变成program本身的对象啊 然后把这三个参数传过去了 传过去了 但是这里只有两个是不是 对于js来说是无所谓的 它只会用到前面的两个 所以说我们这个这个参数的迅速 一定要跟它匹配 如果不是不一样的话呢 那负的值就会错乱的啊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调用一下 这样就会可以了 可以了之后我们再测试一下 fair的一个person 等于new一个person 把这个名字呢 比方说cg22传过去 让person.name cg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也写个p 等于new一个program 然后这里呢 就是比方说叫做defe 叫做33 title的话就是一个coding coder 啊p.name呢 仅仅THEfe 两者之间互相不影响 比方说我们把person的name 改成xxx 然后你还是看p的name的话呢 是没什么影响的 就是说把负类的那些实例级别的成员呢 我们把它寄成过来了 是不是 这就是解决了我们这两个问题 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呢 也可以实现一下 就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改进我们这个东西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纸里面 经常会调用负的东西 是不是 加法里面我们都知道 是用Swoop 谁下边用Base这种东西 我们怎么样实现到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做手脚 就是什么呢 在这里再加一行代码 是什么呢 Chill的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静态 因为在加法里面 我们是怎么样 直接在那里面Swoop 是不是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模仿一下 就是Chill的点Swoop 因为Chill是个对象 这个听家的话 就是听家静态方法 这个我们学过的 是不是 我们还加一个 我们搞得更高级一点 是不是 Chill的 我们搞Base也可以用 然后就等于什么呢 因为纸内继续的东西 在JS成名 其实就是指向是软型对象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直接指向 Parent的点 Prototype 指向下 这项蛋白改完了之后 我们印证一下 印证也很简单 就比方说在这个work里面 我们在这里直接调用 那个Program 这样调用它 RU 那个Base 点什么呢 点Eat 把它调用一次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次 刷新一次之后 比方说我们搞一个 类似是C Sharp 是吧 等于6一个程式 Program 然后名字 CJ C年年22 Title的话呢 就是一个Teacher 这样随便写一下 是不是 然后C Sharp 点Name测试一下 关键是我们要测试work方法 C Sharp 点Work 看它是不是一边在写代码 一边在吃 是不是 好 它的确是一边在写代码 一边在吃 当然那个语音我们没改 改也很简单 就不演示了 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这三块 一个是继承 然后同时把C Sharp实行出来 然后就是实力承软 怎么把它应用起来 今天就讲的这 谢谢大家